第七百二十二集 怪兽看清楚了方寒 真正不然大目 爪子一挥 有遮天之势 打出了一门矿式武学 兽神八计 这门武学 古朴带着野性的气息 野兽之道 全部都在其中 方寒点点头身体一震 突然 机缘神拳爆发 身体变化为了十二尊影子 居然施展出了 刚刚领悟的十二倍战力 十二团烈日 在空中照耀 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 就把这怪兽撕裂成了碎天 影子一收 方寒战力当场 手托着绸雾顶 一团元气在顶中沉浮 化为了绸雾神兽的影子 正是被方寒击散的那尊怪兽 与华门的圣词 为什么这么强大 不都是祖先的行为吗 为什么你的攻击 你的实力 足足可以拼了原先了 那怪兽被封印 也简直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受到文明之篇章 给我凝炼 方寒也不理会这个怪兽 疏妖的吼叫 把它一下燃烧 打入纪元之书中 顿时熊熊烈火燃烧 那纪元之书中多出了一篇受到文明史 野性野蛮的气息 弥漫出来 顶上的蚊子也化为知识 融入书中 最后 这顶沉浸了下去 就是一件普通的大顶 这顶不是一件法宝 其中没有阵法 就只是材料特殊一点 不能够进行攻击 是一本书籍而已 所以 羽化门把它放入了书库之中 而不是宝库 方寒参悟之后 也就把它放回了原处 并不带走 羽化门的书库 水月洞天就如此之大 不知道把储存 法宝丹药的宝库有多大 凝结出了寿的文明 方寒更加值得以满 全身都处于了一种蓬勃的状态 随时都能够撕裂一座座的太古深山 他大大波的向前走着 虽然此时已经到达了书库的禁区 在这其中 都是上一个纪元留下来的天书 其中的书妖都是亘古老妖孽 但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真的不怕 突然之间 前面黑雾弥漫 一种类似于万恶之源的气息 从中渗透了出来 在那黑色雾气之中 端坐着一尊老者 老者下方是一本书籍 书籍是一页页的石板雕刻而成的 上面刻画满了古老的屋子 是上一个文明 屋道文明的书籍 那个老者 身材瘦小 身穿兽衣 好像邪恶丛林之中的大祭司 双眼闭绿 一个一个的屋子 在他的身体周围悬浮着 大屋秘咒 方寒看见了老者 初遥身下的那本书籍 古老的屋子显现出了 是一本秘咒书籍 属于屋道文明的东西 年轻人 速速离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里属于水月洞天的禁区 后面还有各种各样强大的存在 就算是羽化门的圣人 也不敢深入其中 从头至今 只有化天君一人 能够在水月洞天之中 畅通无阻 我是一片好意 那全身干枯 好像大祭司一般的老者 看见方寒 双眼突然转化为了慈祥 似乎是好意 好全说方寒走 好意 给我出来 方寒却并不看着老者 突然转身 看向了身后 身后 一尊死灰色的大兽 翻天覆地掩盖而来 对着方寒进行击杀 而那尊大乌秘咒上的老者 居然不见了踪影 这老者 表面上对方寒慈祥 居然是假的 暗地里下毒手偷袭 要不是方寒警觉 几乎是遭遇到了毒手 方寒转身 大袖浮出 袖子中 出现了一连串的彩色光泽 把死灰色的大手 收了进去 随后 双目一瞪 万恶之缘 祖乌之道 更加巨大的死灰色大手 从身体之中飞出 抓向着空中 那个干枯瘦下的老者 一下显现了出来 震惊道 啊 那是什么 祖乌之道 万恶之缘 你怎么可能会 祖乌之道 啊 一声惨叫 巫师老者被生生捏死 方寒观看了 巫的文明篇章 里面多出了 足足上百篇的 巫术秘宗 一个个的巫术文字 在心中流淌 巫术的精髓 都被他理解 在云落邪谷之中 收取的三个巫子 也早就被他 融入了纪元之书中 寿的文明 巫的文明 这十月洞天之中 倒的确是有 许多上古信书 别的人观看这些 经书 不但没有用处 反而会因为道理冲突 走火入魔 我却是多多益善 再次深入其中 方寒身体一阵闪烁 再次深深进入 一连之间 他又寻找到了 上古一些天书 斩杀了几头 比新皇圣子 陈正华 还要强大的书妖 不过 这些上古天书 大多数 都是关于兽道文明 和巫术文明的 并没有什么新的文明 让方寒 凝联出来 于是 方寒继续向内寻找 嗯 好强大的气息 就在寻找之间 突然 方寒感觉到了天地之间 一股浩然之气 滚滚而来 书香之气 冲涩天地 耳边响着起了许多人 朗朗的读书声 听着这些读书声 他好像是来到了 世俗之中的书院 许多书声在读书一般 睁开神眼 他立刻就看到了 在远处的天上 一座巨大的书院 耸立在半空中 书院之中 成千上万的书声 在手不识卷的读书 而在书院的最中央 端坐了一尊身穿儒服 充满了文学气息 满腹经文的老者 在给成千上万的书声 讲解道理和经意 这是 什么书要 如此宏大的气息 方寒大师已经 他已经发现了 那座巨大的书院 是一本书 而成千上万的书声 则是许多书籍演化出来的书妖 但是 这些书妖 没有一点的妖气 魔气 有的只是纯粹的浩然正气 还有财气 这好像是儒门之中的修士 儒门书籍所化 儒门 也是一个上国文明 属于前几个纪元中的主宰 不过 在这个纪元之中 仙道兴起 儒门只剩下一些残留 在世俗文明之中的王朝中教化 在天界 虽然有一些秉承儒门道统的书院 但也不是主流 那个老者 好生强大 这巨大书院化成那本书籍 我都看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书籍 方寒竭尽全力 要看清楚那书院的本体书籍 但是 却无法看清楚 这本儒门典籍是什么 一片强烈的白光 刻着一切 掩盖精神 纪元之道 宿命未能 方寒全力运转去宿命之道 才最终看清楚了那天宫式的书院本体 一本柔和的大书 大书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 大义 这本经书本体简直就是比绝品道气还要栖息强烈的多 却不是一件法宝 而是著书人 遗留下来的精神 那尊圣人大如是的老者 是书中诞生出来的书妖 不过 这样的存在 已经不能够用书妖来形容了 而是称呼为圣名 更为合适一些 这书妖 实在是强大 这本书 也肯定不是一般的高手所作 我都怀疑是天军手稿 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压迫力 到底出不出书镇压 方寒进入水月洞天疏苦之中 第一次犹豫了 面对着天宫一般的巨大书院 深不可测的老者大如 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世子 他在推算考虑 看看自己有多大的把握 这本叫做大义的儒门典籍 绝对不是圣宪 也不是至宪 应该是天军手稿 否则不会给方寒 如此强大的压迫 天军手稿 其中遗留下来的精神 都可以把方寒深深的伤害 绝对不可能容纳 进入纪元之书中 羽化门的哪位圣子 还请过来大义书院一关 突然之间 在那天宫式的书院之中 讲解轻易的大乌老者说话了 双眼竟然直接向方寒看了过来 羽化门的圣子 能够进入到这里 绝对是无上之天才 难道不肯相见吗 我大义书院 传道授业解惑 并不是妖魔邪道一流 而是明伦理 知大义 讲仁德的浩然之乳 居然被发现了 方寒眉头一皱 推算一番 身体一动 飞略了过去 他本来想多多炼化几头 疏摇老古董 但是却遇到了眼前的天宫一样宏大的书院 书院中的大乌 一眼就看到了他 使他无所隐藏 并且还邀请他进入书院之中 这种诡异的事情 有些让人不知所措 不过 他毕竟是见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物 加上有混乱天军的庇护 绝对不会怯场 这本大义经 通体浩瀚 组成书院 气息浩然 肯定是一位 如门天军级别修为的手稿 方寒心中虽然没有把握去收取 但是 却也并不怕着其中的一群书妖 听到书妖大如的邀请 他自然就飞掠而去 降落进入书院之中 无数的书妖世子看着他 脸上显现出了惊讶的神色呢 都停止了朗诵 窃窃私语起来 这个羽华门的圣子强大 居然能够到这里来 已经有数万年没有圣子深入这里来了 在三万年 深入这里的圣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也是和大如论道一番 飘然离去了 那个圣子叫做叶玉泉 不过 我看那个圣子 恐怕比这个圣子要差一些 因为他可没有一路斩杀进来 而是运用顿数进来的 不一定啊 我看是在伯仲之间 女花门人才背出啊 大如这次召见他 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些疏妖狮子 一个个才华横溢 有的擅长诗词 有的擅长歌赋 有的擅长弹琴吹销 有的擅长祈祷 他们身上没有半点妖气 但是实力强横 浩然正气流淌 纯正不邪 比最为正统的仙道门派 都要纯正 现在天界虽然仙道新盛 儒道不是主流 不过谁都承认 儒道乃是堂堂正正的修行法门 天界还有很多高手 都是书生 大如不知道怎么称呼 方寒降落到了书院之中 面对深不可测的大如疏妖道 老朽不过是书中精华 大义凝结成的声名而已 没有血肉 姓名也还没有曲 无名老朽而已 老朽倒是想问一声 公子的姓名 大如道 风源 方寒端坐了下来 立刻就有一个柿子 送上了茶水 那茶水清香扑鼻 浓而干裂 不是元气幻化 而是真实的仙茶 这书库之中 怎么会有茶水 看来这群书妖不简单啊 公子不必惊讶 在很久之前 有羽化门的圣人 也进来看望我的 作而论道 给我们带过来的仙茶而已 似乎是看穿了风源心中的想法 大如老者道 不知道 你照我前来 有什么事情 方寒望了往四周 手指引捏 感受元气 空中的一股浩然之气 凝练到了实质的地步 几乎化为了白玉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对了 我在世俗之中的时候 羽化门就流传下来了儒门修行的道处 天地浩然气 难道羽化门真的和儒门有什么联系 风源公子 一路上斩杀各种疏妖 吸收知识 化为智慧 简直是令我罕见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 有人能够吸收如此之多的知识 就算是圣人都不能 大儒道 而风源公子 就是祖先的秀为吧 一般的祖先圣子 吸收了这么多的知识 时日还混乱 智慧燃烧爆炸 化为白痴 而公子却安然无恙 这超越了常理 所以好奇而已 这是我修行的一门特殊功法 自创的道书 方寒挥挥手 不知一提 不知道公子可否让我见识一下 这门特殊功法 老朽在这水月洞天书库之中 见识到了无数的书籍 也没有这样一种神庙的法门 人体有限 人的智慧有限 而你的智慧却好像无限一般 如果公子能够让我 见识这门特殊功法 我愿意把儒门大义给你讲解一遍 这本新书是当年儒门天军 大义儒王留下来的手稿 穷就一礼 深奥悠闲 你要了解 儒门之道 这是根本 是吗 方寒心中一动 突然把手一挥 一本纪元之书 出现在了自己的手上 感觉到纪元之书的气息 那大如老者一下双目放光 所有的世子也都把目光投射过来 还请翻开 大如都有一些迫不及待 这本书叫做《纪元之书》 是我呕心沥血 修炼出来的神通 容纳无穷纪元的文明史 第一天 是神的文明 方寒缓缓说话 语气之中 有一股自信而从容的气息 纪元之书一页页的翻开 一个又一个的文明史 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那大如连连赞叹 好一本纪元之书 好一个文明史 学究天人 真正的学究天人 此书一出 恐怕连你们语化门的一些圣人 都要目瞪口呆呀 还请大如不要传播出去 方寒道 君子信守承诺 大如就说了一句 谁的方寒感觉到 对方就算是死 也不会透露消息 不禁点点头 现在 大如可以为我讲解大义经了 把经书翻到最后一页 一片空白 等待新的纪元文明史 书写上去 哈哈哈哈 老朽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了今天 儒的文明 必定要在纪元之中 大放光彩 纪元之书 在以后 必定要在无数纪元之中 流传不朽 永恒不灭 就让这本大义经的文明 跟随纪元之书一样 也一起永恒吧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千玄幻小说 永生 第722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你多奖的 欢迎您 继续